我要向你承诺 我要换过来 来宠你 好不好 看着你 默默看着你 我愿意 为了你换个表情 带着你 只想带你去 我心里 只有你能够走进 你走过的路 我愿意同行 爱哭天空三万里 陪伴只有你 你选择的路 何须说得清 为何走入我的心 我爱你 我想好好喝 和你并肩走下去 不分离我爱你 我要努力 不分离我 对你的风筝 淡淡一切怀疼 消息才是否消息 如果说爱情是任世间最美好的一种情感 那么 婚姻便是 这个世界上最完美的一个结合 两个有缘人之间 不轻易的情欲 成就了一生的享受 这就是所谓的爱 谢谢你啊 奶奶 恭喜 谢谢 谢谢 但其实有个事我想不明白 你不是有儿子吗 为什么不把胡奶奶好好地托付给他呢 我那个儿子啊 坚决反对我跟胡奶奶在一起 连门都不让他进 我怕日后啊 儿子啊 会让胡奶奶受委屈 我知道他这彼此不容易 为了我又跟儿子闹成这样 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 他怎么办 我怎么能放得下他呀 谢谢 小江 你来了 你来了 我们传访飞进前行晚客 威廉威老人的婚礼 请来了一位神秘嘉宾 这位嘉宾就是 我们将爷爷儿子 为二楼 为大的爱情 做战争 有请小江先生负责新年 来到新郎身边 带上婚礼 大家 掌声 欢迎 有请家属 迎领新年 周详 幸福的奖堂 请不吝点赞 就让我现在到新郎 准备下 comments 就要 leaks 准备下雨年 大夫人 北京 孤爱 劳心 已出发 书 洋 没想到 你竟然把姜妍艳儿子请来了 说服她很不容易吧 但是还是没有让爷爷和奶奶 他们两个顺利地完婚 你说爷爷为这个家父出了一辈子 到老了想追求自己的幸福 为什么要征求儿子的同意呢 这不是同意不同意的事情 是希望身边最亲近的人 给予支持李姐远 还有祝福 天悦 你不觉得我们一味地要求 江先生去理解和包容她父亲 但是从来没有想过她内心的感受呢 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理解 都应该是相互的 没错 可是江先生已经上船了 已经去参加婚礼了 他为什么 那要怎么做 他才能原谅江爷爷 人这一辈子 有的时候心里有一个卡 其实很难过去 你说胡奶奶等了这么多年 判了这么多年 那这婚就结不成了吗 那那江爷爷的心愿怎么办 你没看到奶奶脸上幸福的笑容 她明明想嫁给爷爷的 为什么还要离开婚礼现场呢 我 你知道爱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吗 无论你们的最后结果是什么 但是你都希望对方是幸福快乐 不为难 那 那总不能就看着他们这样吧 我们总得想想办法 再努力一下试试呢 我们还是分开吧 三天好了 还有什么事要我准备的 真是不用 谢谢 胡奶奶 吃点东西吧 安妮姑娘 那天事情很抱歉 给你们添麻烦了 胡奶奶 说抱歉的应该是我们 是我们没有规划好 就着急办婚礼 实在是太不好意思了 这都是多少年的机缘了 如果我能够跟她在一起 我们早就正大光明地在一起了 她这辈子不容易 自己的感情还不被儿子理解 你说我怎么可能因为我的存在 影响他们的父子感情呢 她不重要的 况且她还有那样的病 丁先生 我可以进来吗 请进 谢谢 谢谢 客气 对不起 我把这场婚礼搞砸了 让大家都下不了台 也浪费你们一番苦心 其实真的应该说抱歉的人是我 我没有完完全真站在你的立场 去为你考虑 其实本来这件事情我是不反对的 但是到了那个场面 不知道怎么办 我就买了开步子 我知道你尽力了 我在上船之前 就我妈目前哭了一场 没想让她走 这个位子才是那个女人的 我想你可能误会了 其实胡奶奶在自始至终 没有想要取得你母亲的位置 是我们听说了这个故事之后 想要在您父亲病重之前 给他们一个仪式 不希望二老在有生之年 留下任何的遗憾 我妈一个无辜的女人 她为这个家付出了那么多青春 活着的时候丈夫心里没有她 现在这个女人要嫁进来 他们都是为了爱 才付出了这么多 你真的希望你父亲 在遗憾当中 了却此生吗 我不希望你像我一样 日到当午知道我父亲不 她发生了意外那一刻 其实我心里面有很多话想要跟她说 但是我没有机会呢 我希望你可以再考虑一下 不管怎么说 我很抱歉 来来来来 大家都站好 来 现在开始咱们进修班的拓展活动 领导力的测试 来来来 都过来来 大家听清楚我的要求啊 现在你们之间相互手拉着手 来来来 来围成一个圈 来 来来来来 他 来了 来了 他 来了 你在这边干嘛呢 没啥 爸 闲聊 那我们准备走 要赌多皮呢 对 对 要赌多皮 还需要这么多人吗 对呀 爸 啊 动作快点 我很着急把这些土豆下锅 抓住 好 来 每个人拿一把枪 对了对了对了 把枪刀拿到枪刀 喂 这些人可能是线钢 所以 加利奥娜 好 看看 就去抓外星人了 外星人怕这个呀 我的妈呀 大蒜味道这么大 你是说吸血鬼还是一踢啊 光他呢 味道过小虎就行了 才说反正都是废物猪类的嘛 有个意思 方前 你真的见过外星人吗 当然见过了 一天小的时候跟朋友在海滩上玩 就突然间抬头的时候 就看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圆盘 比月亮还荡 比月亮还亮 所以他们的电影叫什么来的那个 自立日 自立日 我小的时候也见我 你也见我 真的 对 我小的时候 那时候我在家里生病了 在窗户往外看 发现了一个英雄 其实我刚说 外星人肯定是透透 他们在地球上建立了基地 所以我们船上的一栋 肯定不是偶然的 还好吗 还好 吹吹风就好了 向总 您鞋带开了 我来 我自己来吧 自己来吧 自己来吧 不要 你们这是在干什么 就一个不注意 你们差点把整艘船都给翻过来了 雷子 说你的 我哪里知道两个大伙人会发白光呢 好笑吗 对不起 客人怎么样 磋伤了没有 对不起老板 我们就是 听凯 对于紧急事件的判断和分析 跟你们的专业能力有关 也太让我说话了 欧总在里面吧 对不起 对不起 请你放心 我们一定严肃处理 主要是伤得严重吗 医生仔仔细细检查过了 没有问题 向总 您没事吧 我没事 你怎么样 我 我没什么大事 就是被撞到的地方有点痛 你们闻到了吗 这什么味儿啊 我哪知道什么味儿啊 和园们都在外面等着 跟贺小姐和向总道歉 请随我来 好 女士们 先生们 我说你们搞什么呢 两个大活人 像绑猪一样绑着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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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啊 最近船上平方出现怪异的现象 他们也是出于不惊动游客的理由下 来帮忙处理的 我的天哪 你还要怎么惊动啊 把全船都绑起来是吗 算了 他们不是有意的 也是为了维护传上安全嘛 两位今天 是否愿意与我共进晚餐 接受我们最诚挚的道歉 晚餐就不必了吧 我想早点回去把我身上 这些脏东西给洗掉 向总我们走吧 好 任远走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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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凯 你说这件事怎么办 虽然他们这一次 闹得动静挺大的 但是他们的动机是好的 起码他们的初衷 是为了保护整艘船的安全 我建议将这一次所有参与此次事件的员工 关禁闭一点 对不起 王子洋 你说说你的建议 刚才行政大副已经提出了方案 我觉得很合理 对不起 在资质范围内 我尊重他的想法 我尊重他的想法 中国人有句话 外来的和尚好年轻 看来 新的国家 要在我们的传生间里 我很期待 让你来的 在哪里 哪里 有什么东西 你们在哪里 对不起 还不错 你们在哪里